美国关于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示威虽然已经度过了最高涨的时期 但这次由于种族歧视引发的全美抗议 绝不是仅仅喊喊口号那么简单 抗议者们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要求 除了之前请愿政府停止资助警察部门 取缔警察系统以外 还提出了一系列取缔带有种族歧视的文化内容 而最近举世闻名的百年名校耶鲁大学中招了 这项在推特上名为CancelEO的活动 一度冲上热搜榜第一 可见有多少人要求耶鲁大学改名唤姓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他们的建校历史说起 要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 这座屹立了319年世界排名第三的长青藤大学 让众多学子仰望的名字背后 却见证了当年的美国社会制度罪恶的奴隶制 其实在200多年前 耶鲁大学并不叫耶鲁 而是叫Caleid School 而之所以改名为耶鲁 是一位名叫伊利胡耶鲁的英国人 早在1718世纪 伊利胡耶鲁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参加了当时极为盛行的奴隶贸易套金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之后他将自己经商所得的一批图书和货物 捐给了Caleid School 该校通过拍卖这批货物得到了560帮巨款 为了感谢伊利胡耶鲁 Caleid School改名为耶鲁学院 也就是如今的耶鲁大学 而发现这段历史的学者叫做Jesse Kelly 他在确证后 转手就在推特上发起了 看搜伊奥的话题 要求耶鲁大学立刻改名 并将所有建筑物文件和商品中的药字样抹去 不然耶鲁大学就是仇视黑人 改名还不够 Jesse Kelly还说道 如果耶鲁大学是真心实意和曾经的种族主义历史划清界限 就应该把学校所有的捐赠财物分为黑人 并把所有的校园建筑改为低收入群体住宅 不然耶鲁大学就是仇视黑人 这还不够 抗议者还提出了一条 让所有从耶鲁就读或者就职过的人颤抖的要求 所有从耶鲁毕业的人都应该被取消学位 被公共部门及企业开除 被剥夺律师资格 取消教授资质 取消法官地位 因为在反种族主义者们看来 只要任何一个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 写了耶鲁大学四个字 就等同于赞同奴隶制 这不就相当于要解散耶鲁大学吗 小编觉得这个要求简直就是无理去闹 当然 索性还有很多民事里的人认为 Jesse Kelly发起Cancel EO 只是因为一种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理 他本人从来没有去过耶鲁大学 只好在这里酸一酸而已 但其实耶鲁之前 就因消除种族其中问题 改过学院的名字 早在2017年 耶鲁大学就把卡尔霍恩学院 更名为雷格斯·穆雷赫帕学院 因为卡尔霍恩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 美国副总统 曾在国家担任要职时 公开宣扬奴隶制的历史 为此 耶鲁大学忍痛除名 将学院重新改名 Jesse Kelly还揪出了一堆别的美国名校 一个也不能被放过 哈佛大学虽然在字面上抵制奴隶制 却保留了可怕的奴隶纪念碑 因此哈佛必须解散 古迹也必须拆除 并从历史书籍中除名 布朗大学必须解散 和学校关系密切的布朗家族 其家族成员们都是奴隶主 校董事会内 30名成员都是奴隶贩子 莱斯大学必须解散 校园里立着雕像的创始人 威廉姆·瑞斯 是个种族主义者 乔治敦大学必须解散 创始人John Carroll拥有超过100个奴隶 乔治敦大学必须改名 或直接废除 按照Jesse Kelly这个理论下去 美国估计整个国家都在解体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任何出生于17 18世纪的白人 都不可能和奴隶制彻底划清关系 而有财力物力捐赠学校 甚至创办学校的白人资本家 其获得的金钱财富 更不可能完全脱离 当时整个社会对黑人的压迫 针对于Black Lives Matter 大范围内的活动 很多企业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来迎合 以免自己不幸中招 前不久 Nike在最新推出的宣传片中 把自家具有绝对代表意义的标语 Just Do It 改成了Don't Do It 号召大家不要忽视身边存在歧视和边界 力挺黑人兄弟 仅仅10天内 全球大概有14个知名品牌 被卷入了种族歧视的漩涡 不管是本叔叔的大米 还是杰米玛阿姨的美式可丽饼和糖浆 巴特沃斯夫人糖浆和Cream of Wheat 这些品牌都先后开始对以 黑人为品牌形象的食品品牌进行审查 在中国叫了80年的黑人牙膏 也正在重新进行全面评估 获奖改名 黑人牙膏的英文名起初为黑人 包装上印着一个戴着大礼帽的微笑着黑人男子 路透社称 该品牌后来更名为达利 但其中中文名称目前依然是黑人牙膏 小编认为 反种族主义需要发声 但是同时也要正视历史 过去的历史不能改变 但是不能因为绝对的政治正确 或矫枉过正的处理方式 而导致新的种族歧视 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 现在和将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